CH-47运输直升机,是美国一型纵列双眼型创螺旋桨,全天后度功能重重型运输直升机。 CH-47运输直升机的任务,是为美国陆军航空兵,从部队运输到炮台战场部抵击士兵运输。 其双旋利以纵列式结构,踢出了一般直升机的尾部垂直螺旋桨,允许机体垂直升降,而且时速高达165海里。 CH-47是美军服役的直升机当中,在重量最高的型号之一。 CH-47运输直升机各型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,阿根廷5架,澳大利亚12架,加拿大9架,埃及4架,希腊7架,日本60架,西班牙19架,韩国30架,新加坡6架,中国一架民用型,泰国9架,台湾9架和英国58架。 接受意大利阿古斯塔南方直升机公司,按时可证制造的CH-47C的国家有,埃及15架,希腊10架,伊朗68架,意大利37架,利比亚20架,摩洛哥9架和美国边西班尼亚陆军国民警卫队11架。 CH-47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士兵的运输,火炮造调运和战场补给,这款直升机是在1956年研制,7年后CH-47A型开始装备美国军队,后来又在A的基础上又发展了B,C,D型。 CH-47运输直升机采用前后纵列部署反转旋翼,也称串列双奖,其有一些特殊的优点,串列双奖的前后旋翼,都安装在突起的承宝顶上,但后承宝高于前承宝, 使得前后旋翼在水平方向上有所重叠,总长可以有所缩小,由于前后旋翼都产生胜利,理论上创列双奖的旋翼直径,B单旋翼布局可以降低,30%,进一步有助于整体的紧凑,直升机的旋翼不仅提供胜利,也提供推力。 在前飞状态下,旋翼通过灰五角增加奖夜轴线与水平面的前倾角,在产生胜利的同时产生前飞的推力,但串列双奖还有一个额外的爸爸,可以用来增加前倾角,就是增大后旋翼的出力,加到整体的前倾,这个能力式的串列双奖,容易在紧急起飞的时候,更快的转入高速前飞,有益于在敌人地面火力下, 迅速脱离起降场,板过来,串列双奖也可以在旋翼中,让几尾轻轻搭在夹小但凸起的高地上,比如山间,屋顶梁台,或者小船甲板,便于人员通过尾门迅速进出,但前机身依然处在旋翼中,这是搭旋翼直升机难以做到的。 前后旋翼出力的短暂差别,也可以用来迅速改变飞机指向,极大的提高机动性和在阵风中的控制能力。 CH-47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CH-4另外型是非相似,那么如何区分它们呢? 其实主要看发动机的形状,前轴位于扣旋翼塔前部两侧,呈暴露状态,而CH-4又位内置发动机,在相同部位仅有排气口,这款运输机的特点就是运载能力强。 这奴干运输机单机运载能力可以达到了1.2万千克,相当于12吨,一般的汽车都是1.2吨左右,也就是说,它可以提起失料汽车,再加上有比较强大的悬停能力,所以可以轻松的运输军资,或者是军队到各个地区部署。 CH-47运输直升机不仅用于运兵,运送物资,还用于救援受到战刺而不能飞反基地的轻型直升机,其出色的外挂调运能力可以把完整的UHV从战场调走,运到后方修复,同样的调运能力,也可以用于运送车辆,扩套。 十月战时代开始的空中机动概念,从轻装步兵扩展的抛兵和摩托化步兵,极大的提高了空中机动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。 由于CH-47宽大的机身和很大的装塞能力,一些CH-47被改装为空中火力平台,安装多挺机枪,尤其是超高速速的加特林机枪,杀伤或者压制暴露的有声力量。 对缺乏重武器和坚固攻势的游击队尤其有效,由于性能的优越性,有较大的载重量,能满足高原飞行。 CH-47一度被中国空军认为是一种理想的中型战场运输直升机。 中美1月时期,中国一度曾经计划进口,以及已经升差CH-47的民用型号,博音234直升机。 经过谈怕中方决定进口6架CH-47直升机,卖家眼睛技术,在国内进行生产组装。 博音公司当年对这个交易相当上心,甚至在拉华测试的一架只鲁干机身上,喷涂了中国国旗和中国民航的标志。 不过,由于种种原因,这笔交易最终没能达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什么όly di accommodate! 我们们不 theo澄 Jáanche duker大将,喷涂了闪 structured板andır啊知道。